不过第三个最困难 二的话还其次 一的话最简单 因为刚刚是初步 再来如果我今天希望 一样 这个type type就是指的是这边 由文号去查到 我们的前面的类别 把它调过来 不过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一点是 如果你用Viru函数 假如你查询的栏位不在第一栏 你就没办法查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之前有同学是这样 他就Viru没办法 所以他就怎么 写Viva去查 非常没效率 那你为什么不想说 还有别的方法 有没有 我前面也讲过 除了Viru函数之外 还有像Lookup函数 Index函数也可以 其实最简单 用Lookup函数就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边我一键完成 我是先把这两栏先完成 然后把这两栏的东西 复制过来 移除重复 算出它的次数 这个次数的话 就根据 里面的好像点击数还在哪里 然后最后算排名 最后就是再把它重新排序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 马上一个报表就出来了 OK 那点击次数就是哪一个 比如哪一类东西 大家就有兴趣 比如说像什么投资数报 不过这是跟投资有关系的 跟那个证券有关系 哪一些是大家有兴趣的点 其实每个行业都有 你要把大家最有兴趣的把它排序出来 而且要马上有报表 而且最好马上每天 甚至每个小时随时老板想看 就你要给它随时update的话 那如果你有一个VBA 你马上可以把这东西 直接就给它了 对不对 那不是很快吗 清除 清除的话主要是清除这些 按下去又重新再统计一下 所以如果前面的data有更新 那后面的东西也更新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的话 我刚刚讲过 这边的话要查到什么呢 根据文号去查这个DAC的type 那它是在第一栏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不能用VBA函数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前面有教过就lookup函数 lookup函数的话呢 你可以什么 去找什么呢 找这个文号 然后去哪边找 这个地方的话 根据DAC type的工作表 里面的哪一栏呢 就是这一栏 我从B2向下追踪 Ctrl去向下 然后要把哪一栏的资料查回来 刚好就第一栏 所以把A2Ctrl shift向下 把A2的部分查回来 那一样把这边 把它按F4锁起来 因为后面的话 这等下会向下填满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查到 如果你的资料不在第一栏的话 可以把它全部查回来 对 这边B2拿掉 OK 那另外的话呢 海外资料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根据那个V2函数查 那从哪一栏呢 从这一栏去查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是从203去哪个地方呢 去type这边查什么呢 查这个对照表 一样 又选了一次 又多选一次 反正这对照表里面的话呢 查到的结果呢 帮我把第二栏的资料带过来 比对方式完全比对 将来的话 当然我们就用丢公式 所以把这边跟这边呢 用丢公式的方式 分别把它输出 那输出完之后的话呢 我要把这两栏 这两栏怎么样 复制到这两栏 然后做什么 移除重复 OK 所以关键来了 有没有 以后如果你要一键完成报表 你可能要学会两栏 栏复制过来 然后呢 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之后的话呢 再算出次数 次数也是用count if 去哪边去count if呢 去这个范围里面 特别之后 我们就从那个 G2 到这个范围里面呢 去算它的次数了 就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呢 我去找哪一个 找这个 这个 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出现了次数了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 这个是 在G栏里面的出现次数 从这个去找 投资理财 投资速报呢 有1496次 他帮我count if回来 然后记得就是 再把它锁起来 最后就是做排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里面呢 刚刚讲的 第一个 怎么去做 移除重复的动作 首先第一个呢 一样呢 我们就是先完成什么 完成这两栏 所以这两栏的话呢 其实我是做什么 for i 等于2 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从A2向下追踪 然后丢什么呢 丢这个 这个F2里面的东西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一样的吧 贴到那个我们VBA的公式 所以这边的话 我是丢公式 丢到哪里 丢到这里 把它贴上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当然它只有这个B2的列号会增加 B2变B3 所以一样 也是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ende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列的变数 ok这样的话就可以取用lookup ok 那其实主要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你不全部用VBA写 我刚刚讲过 其实因为 Excel里面就有很好的功能 你为什么不用 VBA就是没有lookup这个函数 那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用循序的去找 那循序找的效率非常的差 反而没有lookup的快 那你何必还要 对 一定是拿最强的吧 你不要拿最弱的 而且呢 这种写法一行就搞定了 那你VBA的话 你要写那么多行 而且还你还不见得写的正确 写正确就算了 还效率很差 那不如用这个方法 所以为什么这样写 有我的道理 这个方法最快了 那就用这个方法了 那再来的话 V的函数一样 就把它贴上 所以刚刚那两栏就完成了 所以这两 这四行其实就解决这两个问题 再来的话 我把这两栏 怎么样把它变成 这两栏加移除重复 程式的话就在这里 OK 这边有个什么呢 colors 特别注意 你如果要整栏复制 整栏贴上的话 你可以用colors f 冒号g就好了 range的话还要哪一个 出哪一列到哪一个列 对不对 不用啦 你就是哪一栏哪一栏 f栏到g栏 点copy 那点copy的话呢 我们原来是写成这样 就是到这个叫range 就是range的 这个i1 把它从这边帮我贴过来 可是你会发现 我原来写好的方式是i1 假设我这一行先注解一下 假设我这一行把它变成注解 OK 那原来的写法是这样 copy后面的话 我就是写这样 那这样的话 他就把这一 这两栏的东西 帮我搬到这个 这两栏 OK 那可是问题来的 特别是因为这两个里面是公式 所以他如果贴过来的话 会变成这样 对就变公式 所以我们来跑一次给各位看 这边的话我把它清除 然后我这边一样 设个中断点 在这边设中 因为我刚刚讲过 以后你要跑程式 你不是说你就是全部跑完 你就是要找你比较不会的部分 你要设中断点 确定一下 所以接下来的话 跑 然后他会这样 跑完的 OK停在这里 那如果我用原来的方式 copy过来 你会发现怎么样 NA 为什么 因为它是公式 所以关键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 刚刚不是有提过 选择性贴上 所以以后你不是只能学点copy而已 你还要学会如何选择性贴上 那我们选择性贴上的话 其实没有困难 多一行程式 哪一行程式 特别注意 我们原来是这样copy的 那如果你要选择性贴上 请你把后面这个空下来 点copy就对了 就是不是直接丢过去 我点copy是直接放在记忆体里面 然后呢 在有点像按右键选择性贴上 所以按右键选择性贴上的话 其实就是下面这一行 就是你先怎么样 先告诉他说 我要选择性贴上帮我放到这里 那我就选择性贴上 特别是选择贴上 就是选择一样是 那个除尘格开头 点什么呢 贴上 贴上就pass 但是贴上是贴原来的东西 这个地方不能贴上 你要选哪一个呢 猜也猜也出来 选择性贴上 英文叫什么 叫pass special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选择性贴上 那选择性贴上 我们按右键 不是他有很多个什么让你选 对不对 其实VBA也不错 他也会让你选 只是说你要选对的 选哪一个呢 只有值 对 value就好了 所以不用特别贴 但是你要知道叫出清单 其实如果没有叫出清单 光我我也觉得 哇要记这么多 谁会记得起来 所以很多城市都是有清单 你用选的就好了 所以VBA其实我觉得 应该要写这样才愉快吧 不然如果要贴那么多 谁贴得起来 对不对 所以以后你就记什么 如何让清单跑出来 用选的 这样你就只要点两下 城市就完成了 后面那些参数不用管他了 其实至于后面成 因为我觉得贴上值就完成了 其他 至于里面还有哪一些功能 如果你想知道 你要F1就好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性贴上 所以倒车 对不对 倒车应该倒车到这边 复制 再一次 复制 它先放在记忆体 选择性贴上 有没有发现 结果完全不一样 就正确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复制 选择性贴上 这一招一定要学起来 还是 就不行 你一定要分 如果选择性贴上 一定要分两行 那刚刚是直接就放 这个I1是放COVID的后面 就是直接丢过去的 现在这个分两行 意思是说 它第一行会先把 复制的东西先放记忆体里面 那第二行才是 看你要怎么把它贴上 OK 刚刚是直接就复制 直接就丢过去 OK 所以不能分开 如果你要真的要结合在一起 有个方法 就是冒号 放这样子 这样也可以 两行就变一行 就中间加个冒号 它两行就变一行 但是我觉得 这样 这样没有意义 对 这也只是说 可以两行变一行 可是 它其实还是两行 只是 只是因为它用冒号分开来而已 只是不懂的时候 不懂的时候 不懂的时候 是可以带去做这个 OK OK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一定要两行 如果你假设 有的时候我是 比如说 它那个一行很短 然后旁边还有空间 我都习惯用冒号 放一个 冒号放一个 让它看起来 就是尽量塞满 不要 不要让城市变很长 也可以中间 对对对 没有问题 对 旁边有空间 你就可以 所以你们以后可以试试看 旁边如果空间的话 你也可以 就是加一个冒号 然后delete掉 他也会帮你把 就是本来两行 就放一行也OK 这个另外一种规则 只是说 这个目前这样 这样没有特别需要 然后再来的话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的话呢 你就告诉他说 i跟j里面 这两栏 所以你就i跟j这两栏 有没有 做一个事情 不用背了 你就怎么样 点叫remove duplicate 不过问题是如果你加刮符 他不会出现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怎么样 先点什么呢 remove 也不用背了 打一个R remove remove duplicate 就出来了 后面的话呢 你就color告诉他说 我要是针对哪一栏 然后呢 有没有标题 再给他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把那个i跟j加上去 告诉他说第一栏 当然我讲过了 你color这边不用 直接1也可以 就是根据i跟j的第一栏 帮我做移除重复 然后呢 黑的有没有 有 这就加 前面这个引数 不然就加一下好了 color就第一栏 指的是i栏 然后移除重复 有没有黑的 有 那我们就是 少个s OK 然后就移除重复 这样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这个 资料移除重复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 再分别统计次数跟排名 这样的话呢 最后的话 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就多一个什么 选择性贴上 加上 那个移除重复 那最后你就可以自己很快的 可以做出一个一键 完整报表的这种需求 我觉得这应该还蛮值得学的 因为这样 蛮有成就感的 每天老板要什么 你就准备好 按下去 报表给你 也不要马上给他了 好 没问题 等我一下下 对不对 不过至少你会有很多缓冲时间 可以再把它弄好一点 不然老板 很麻烦的 一定要挑你毛病干嘛的 OK 所以今天大概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是讲了 第三题 回去如果时间自己先看 我本来想说把第三题讲 不过时间可能没那么多 它有类似 就是一键完成报表的功能 所以以后的话 你们尽量去想想看 有没有工作里面 有没有类似 就是一键完成报表 你就可以马上就 你要的东西就马上有了 OK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